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過人的一年 祂的心裡有爛途 祂的世界不足 我們不需要在這裡解釋太多 總之耶穌的順服 讓我們免於上帝的憤怒 通常說這是消極順服的結果 不僅免於上帝的憤怒 而且讓我們得到上帝一切豐富的賞賜 這是耶穌積極順服的結果 消極順服祂在實際上為我們死 積極順服祂在一生每件事上 都主動地去尋求天父的旨意 喜悅地 積極地去遵行 這讓我們得到 神賜給耶穌的各樣的賞賜 祂在轉給我們 那今天我們要看到耶穌的 在十字架上的一個順服 在馬可福音第十五章 那裡講到耶穌被釘十字架 33節講說 從武鎮到深處遍地都黑暗了 到深處的時候 耶穌大聲喊著 這大概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 以羅伊 以羅伊 拉馬 撒巴 各大尼 翻出來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耶穌這樣大聲地喊 主 為什麼離棄我 那到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九節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 就是在耶穌對面那個百夫長 看到耶穌這樣喊叫斷氣 就是說這個人真是神的兒子 各位 這真是需要好好想一下 我們基督徒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非基督徒相信他最多是一個好人 我們基督徒想想看 你怎麼證明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就是上帝 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 怎麼知道這個人是神的兒子 那我們也看 我們想 大概包括我們問非基督徒 你怎麼才會信耶穌 大概我猜他們會說 來個神蹟讓我看看 耶穌真的行那個神蹟 或你們基督徒奉耶穌的名 行個神蹟 叫死人復活 我治好我的病啊 我就會信啊 那麼聖經上也不乏這樣的情形 當耶穌行了神蹟奇事 或者是做了很特別的事 像五饼二鱼餵飽五千人 救人強迫他要做完 這個人真的是那個到世間來的先知 這個人真是弥賽亞 這個人真是救主 我們聽到他講了 知道這個人真的是基督 這個人是神的兒子 嗯 好了 耶穌行了神蹟 叫死人復活 未保五千人 他從死裡復活 他升天 駕鱼館升天 哦 那時候看 哇這個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真命天子 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做牧師 我們都很希望 不信主的人 能夠因為聽到道 或者看到神蹟奇事 或聽聖音樂 或怎麼樣被感動 哦 耶穌真是上帝的兒子 我們希望 因此我們也希望製造這種場合 包括神蹟奇事 包括有力的講道 好 在這裡啊 這個百夫長 就是羅馬的一個這個軍官 管一百個人這叫百夫長 在聖經裡羅馬的百夫長都相當的正面 我們也可以想到 難怪羅馬是這麼強盛的 因為他們的軍官都非常的優秀 羅馬的士兵就很優秀了 軍官尤其的優秀 那這百夫長在聖經裡百夫長都有非常高貴的人格 那這個百夫長也顯出他們特別的地方 哦 他真的很有眼光啊 當他看到耶穌死的時候 他大叫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哦 這個人真是神的兒子 嗯 各位我說了 你要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恐怕最好的辦法是耶穌行的神迹奇事的時候 我們說 哎 這個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可是 各位 你有沒有想到 耶穌在十字架喊 我的神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有頭腦的人應該說 哎呦 這個人真的不是上帝的兒子 因為第一個 上帝的兒子怎麼會被釘在十字架上 第二個 上帝的兒子怎麼會被上帝離棄嘛 可是 百夫長看到 聽到他這樣喊 居然說 他真是神的兒子 你不覺得這很荒唐嗎 我在說 他復活 他升天 他行神迹的時候 這個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那個很對 可是他死的時候 而且他親口講 神啊 你為什麼離棄我 那應該說 這個人真的不是上帝的兒子 他的遭遇不像上帝的兒子的遭遇 上帝離棄他 他自己說的 那他絕對不是上帝的兒子 為什麼百夫長會說這個話 我今天就來看看 我們有沒有上帝給我們這個智慧 像百夫長一樣有這個智慧 要繼續說的時候 我要再請各位想一想 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各位 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在畫 或描述我們耶穌的時候 描述我們救主的時候 最多的是什麼 我們先講 我們在描述我們畫 這個偉人或者是 我們喜歡的人是什麼 我很多人口袋裡有一個夹子 然後有他全家的照片 或者有他太太照片 太太很漂亮 這是我太太 這是我兒子 那麼很多有錢的人 那麼他們在他們的 在西方 在他們的宮廷裡面 或在他們的家常的這個畫裡面 有一幅他們祖先 不管是十八十九世紀 或者曾祖父的一個非常高貴的 曾祖母的一個畫像 在西方很多有錢的人 有這樣的畫像 那都是英俊美麗大方的樣子 雍容華貴的樣子 很多國家有自己的領袖的這個像 做郵票 或者是到處有這樣的雕像 或者畫像 那這種像呢 要不然就是騎在馬上的英姿 拿破崙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有名人物也好 騎在馬上 坐在寶座上 站在那裡 英姿煥發 或者是雍容華貴 教主 一個宗教的領袖 一個開國的元勋 一個有錢的人 一個有地位的人 小子 我們小市民口袋裡太太 或者先生的相片 都是最好看的 各位 有沒有人掏出一個相片 說這是我太太 然後是他棺材裡的死像 那真叫死像啊 有沒有人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發行的郵票 是他們的國父 或者他們的總統 是躺在棺材裡死的 或者造他的墳墓 那個或者他在 彌留狀況 那個垂危狀況 那個可憐的樣子 沒有啊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親愛的基督徒們 要想想 我們基督教在紀念 在描述我們主耶穌的時候 從以前到現在 所畫的畫 當然耶穌生平 從他降生 到他升天聖照 他再來的畫都有 可是畫的最多的 真的是死像啊 他在十字架上 那個死像 為什麼我們畫 這麼殘酷的死像 這麼見不得人 為什麼我們不把 耶穌的那個 因之焕發的那個像 多畫一點 畫死像 這麼多的藝術家 尤其在文藝復興以後 很多人都 包括現在打理 都在畫耶穌的死像 丁在十字架上 為什麼 其次多的我想就是 耶穌生的樣子 一個baby 同樣這也有點荒唐 我不會從口袋裡拿出 我太太像 是一個她三個月大的 baby的樣子 很可笑嘛 也沒有人 美國沒有印一張郵票 華盛頓總統是嬰孩 baby的樣子 那個好像做嬰孩 尿布廣告一樣 沒有 為什麼我們都用 耶穌的死和耶穌的身 就是最沒有什麼表現出 他偉大的事情 來表現他 來說這是我們的主 再講我們講到 我們講到我們主耶穌的詩歌 我們用的是什麼 在基督教詩歌裡面 講到耶穌最多的 也是講到十字架 講到他為我們死 其次恐怕就是他的降生 聖誕節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講他的死 他的身 特別是他的死 我們基督教 都有一點不正常嗎 我特別要指出 這個不正常的現象 來講到我們的主 各位 我們之所以 在歷史歷代 都一再強調 十字架 耶穌的死 連保羅都說 我不知道別人 知道耶穌基督和他定十字架 因為在十字架上 彰顯了 耶穌真的是上帝的兒子 就是這裡百夫長講的話 在十字架上彰顯了 上帝的慈愛 上帝的公義 上帝的大能 其實也彰顯出 人的惡貫滿盈 人的罪惡 人的愚昧 十字架是非常豐富的 因為十字架顯出 人的罪大到這個地步 必須有人來流血 而且是上帝的獨生子來流血 人的罪才能被贖掉 十字架也顯出了 上帝極大的慈愛 他居然就叫他的兒子 來替我們死 十字架也顯出 上帝極大的公義 就是犯罪一定要有刑罰 若不流血 罪不得赦免了 我們講過浪子的比喻 我們講過浪子裡面 父親不是白白赦免 兒子 從兒子這邊來講的話 是白白得到赦免 但從父親那邊來講 父親可是付上 最多的眼淚和 包括財務損失的代價 上帝赦免我們 從我們這邊來講 是白白的 我們沒有付上任何東西 可是從上帝那邊 他可是付出最大的代價 他讓他的兒子 成為我們的輸家 這個我們高舉十字架 因為那裡實在是包裸萬象 把上帝的慈愛 上帝的公義 上帝的憤怒 上帝的赦免 耶穌的舍己 耶穌的順服 耶穌的謙卑 耶穌對人的愛 人的愚昧 人的罪惡 人的醜陋 人的可憐 以及人的尊貴 因為人就是因為 最尊貴墮落 所以就變成最醜陋的 都描寫出來了 但是那些我們在今天都不講 有的以前已經講過 有的以後還要講 我們今天特別要講到說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 最起碼是被教會所珍惜的 是被基督書所愛的 愛惜的 我們唱這些 我們禱告這些 我們想這些 我們在這些話前面 流淚思想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 並沒有好好去想到這個話的意義 好 我們現在要回到這個百夫長 他所看到的奇妙的事情 他看到耶穌的死 耶穌想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他為什麼會說這真是神的兒子 親愛的弟兄姐妹 盼望你也能夠 在這種時候看出 耶穌真是神的兒子 好 我們講 其中包括他的愛 但是 百夫長不可能知道贖罪的理論 所以他不太會想到 耶穌為我們 耶穌是上帝兒子 為我們流血 顯出上帝愛 所以這人真是上帝兒子 我想他不知道這麼複雜的東西 他就是純粹以一個非信徒 但是一個高貴的羅馬人 以他這個一般啟示下 上帝給他的光照 他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這個人真的是上帝的兒子 好 我們說這很荒唐 上帝離棄他 他怎麼會說 這個人真是上帝的兒子呢 好 我們看聖經要完全的來看 不能只看一個地方 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節 那裡也有講到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喊叫 我們基督徒都知道 有記錄的耶穌在十字架上 說的是十架七言 講了七句話 他在十字架上的時間 就講了這七句話 可能有更多或者更少 這我們不知道 聖經沒有記載的 我們就不要去猜他了 他除了講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在路加福音23章46節 還有講到 他也講了另外一句話 那句話也是被這個百夫長聽到的 所以百夫長是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 以至於他有一個結論 23章46節那裡講的是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父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然後就斷氣了 這是他最後一句話 在上面一句話是成了 那麼我們就要想一想 這個靈魂也可以把它翻成生命 我將我的生命 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總之就是我將 我最寶貴的 我最珍惜的 甚至是我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裡 好 各位 為什麼百夫長能夠說 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各位如果我在那裡打小孩 我拿一根棍子打小孩 如果有一個小孩 我打他的時候 他不跑 他是哭 他把我抱得更緊 而且是很輕地把我抱得很緊 他一面哭 一面把我抱得非常的緊 各位 這個人一定是我的孩子 因為別的小孩 我打他他一定逃 我自己的兒子 我打他 他會把我抱得更緊 我相信是這一點 叫百夫長 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因為當這個父親 也許百夫長不知道天父是誰 也許甚至也不知道耶穌是誰 但是耶穌說了 先講一句話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這句話是真實的 各位耶穌為了要真實的 替我們承受一切罪惡的刑罰 神必須在那個時候離開他 神必須讓耶穌一個人承受 古今中外古往今來 所有的人 從亞當犯罪到主再來前 所有人億萬人包括你我的罪 每一個人罪都足以下地獄了 都足以受地獄十八成火的烤 而且考到永遠 何況這億萬的人加起來的罪 耶穌要承受這個罪惡的刑罰 他不可以用任何神的能力來抵擋這些 他必須完全是一個人的方式來承受 所以我們不能想像 這是我們不能想像 我說我們連想都想不到 我們可以勉強想像到億萬分之一吧 造造分之一吧 耶穌所受的那樣的痛苦 上帝離開了他 讓他自己承受這樣的痛苦 我們也必須從耶穌的話來講 耶穌的人性來講 他原來沒有想到會這樣 也許他在想到死的時候 上帝會給他很多的力量 來支撐上帝的震怒 他沒有想到 上帝真的是沒有給他任何 易於一般常人的力量 他就是一個完全的人的代表 要承受你我所有過犯的刑罰 以及與天父分離的刑罰 所以他有喊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离起我 這是因為上帝愛我們 天父愛我們 耶穌也愛我們 上帝不能不離開 耶穌使上帝他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記得羅馬書第八章講的嗎 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們與基督來隔絕 因為上帝曾經愛我們 而讓基督跟他隔絕了 在十字架上 上帝不會捨棄我們 因為他曾經把自己的兒子白白的捨棄了 我們感謝主 但是在這裡講到重點是 即使耶穌發現上帝離棄他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耶穌這一生 死前的最大一個試探 這才是最後的試探 就是我是不是也要離棄上帝 上帝你 在我這麼順服 這麼聽話這麼久了 到這個時候 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不但給我一點點的幫助和力量 你反而離棄我 會不會耶穌在這個最艱難 而且是一個可能是相當突然的 劇烈的離棄的時候 他的試探是說 那就離棄上帝吧 像約伯在最痛苦的時候 他的太太說 你就揍住上帝揍上帝 揍住他 然後就死了算了 死前出一口氣 我覺得這可以是一個 耶穌最後也是最大的試探 就是他也離棄上帝 既然上帝離棄我了 我也離棄上帝 可是耶穌沒有 耶穌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候 他很稀奇的感谢讚美主 他說 父啊神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當神對他最不好的時候 他把最好的交給上帝 當神把一切都拿走的時候 他把一切交給上帝 這顯出他是神的兒子 因為白夫長看到了 神離棄他 他自己說神離棄他 然後他又說 神啊 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那這個人不是上帝的兒子 還是誰 他怎麼會對這個神 有這麼大的信靠 有這麼大的順服呢 這個人真的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既是父又是神 他真的在最難的時候 還願意這樣做 那我的兒子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跟耶穌比了 我自己當然更不能跟上帝比 但是這只是一個類比 一般正常的 愛小孩子的父親 真的在他打孩子的時候 是合理的不是亂打的 管教孩子的時候 起碼我記得我父親 在我小時候管教我的時候 我是更愛我的父親 我是更緊緊抓住我的父親 打的是痛 但是我抓得更緊 我這完全不能跟耶穌比 但是那一絲相連的地方 就是我認定一件事 就是我父親對我是好的 即使在他打我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做錯了 他是愛我管教我 不要讓我落到更大的錯誤裡 耶穌有這樣的表現 當他在最艱難最艱難的時候 父都離奇他了 他說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讓我們也有這樣的心 我們若在死的形狀上跟他聯合 當好像上帝給我們最艱難最艱難的考驗的時候 我們仍然跟耶穌一樣的信靠上帝 那麼我們也會在復活的形狀上跟他聯合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會和他一同得得榮耀 這個是羅馬書第六章和第八章講的 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得榮耀 我們真的非常需要 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們也一樣需要顯出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那人家怎麼說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你說我們每個基督徒考上台大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是億萬富翁都開賓士轿车 所以我們是上帝兒子 各位那個沒有辦法顯出你是上帝兒子 那可以顯出你是一個聰明人的兒子 是一個有錢人的兒子 是一個勤快人的兒子 是一個運氣好的兒子 那個不會顯出你是上帝的兒子 顯出上帝的兒子就是我們的十字架 我們能夠背十字架來跟隨主 我們在跟隨主 背十字架來跟隨主的時候 我們心中滿有喜樂 雖然有艱難 甚至問上帝為什麼這樣 但是我們仍然跟隨 這樣人家能看出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這是耶穌的死 在耶穌的生的時候有類似的情形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裡講到說 天使來跟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 告訴他們關於耶穌降生的事情 那麼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哎呀不要怕不要怕 我告訴你們最好的消息 這個最好的消息 就是說今天在大魏城中 為你們生了救主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啊 以色列人 事實上是世人 事實上亞當夏娃的後裔 朝夕在盼望的一件事就是 救主要降生啊 我們真是好苦啊 各位我也知道 在西藏裡面有找那個 找這個活佛轉世的婴兒 當然我們對不起 我們基督徒並不相信這些事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找啊 我相信這恐怕也有 政治和宗教要去考量啊 要找哪一個比較恰當 因為這個人會成為 西藏人所相信的活佛 這個人會影響很多啊 所以就就就就 恐怕會考慮到政治上的人物 因素 我但我不知道怎麼找 我們在武俠小說也 也好像風神榜裡面也好 我們也會常常想到說 亂世的時候等待一個真命天子 各位真命天子的記號是什麼 柏陽先生曾經寫過這些 中國歷代皇帝生的時候那些 他說是鬼話連篇啊 或者說神話連篇 都是捏造出來的 哦 他睡覺的時候有紅光啊 生日的時候有紅光啊 什麼有龍啊 這一類的事情 我們當然也都不相信 但是不相信這些 這些傳說或者這些捏造出來 是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真命天子 或者真的上帝 或者上帝的兒子 或者龍子 會有他特別的真兆 會有一些異兆 那麼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是救主 在我們非常熟悉的 耶穌降生的那個晚上 那麼天使 對一群牧羊人 當然也對遠方的博士 启示過 講過說 那個救主要降生了 那麼我們也記得 那些遠方的博士來的時候 他們後來找不到 那顆心 其實他們 是在猶大這個地方 但是他們 後來來了猶大 沒有找到 那個心不見了 他們想當然什麼 王 王當生的王公 王公在耶路上 就去耶路上 問 結果發現不是 是在柏利恒 那麼後來那個心 在他們去柏利恒的時候 也指示給他們看 那麼這一天晚上呢 是牧羊人在牧羊的時候 各位這都又顯示一件事 跟我們以前講過的 你真的要得到恩典 你要謙卑 你要順服 今天我們講到耶穌的順服 他在最艱難的時候 順服上帝 顯出他是上帝的兒子 那在這裡 這個好消息 報給牧羊人了 救主要降生了 救主已經降生了 但是 baby可能很多 你到產房裡 今天生了十個二十個 哪一個才是救主啊 天使對這個牧羊人說 你們會看到一個嬰孩 包著布 握在馬槽裡 那就是記號了 各位 救主的記號是什麼 主基督的記號是什麼 萬民要聽到的大喜的信息 那個根據是什麼 他說 你會看到一個嬰孩 因為生的當然是嬰孩 這個嬰孩 不是生在西律的皇宮裡 不是生在西澤的 凱撒的 該撒的皇宮裡 不是生在倫敦 不是生在紐約 這個嬰孩呢 是包著布 放在馬槽裡 哎呀 我們這個基督徒又是太熟悉了 所以我們耳熟能詳 就沒有多多去想它了 各位 救主 人類救主的記號 居然是那麼卑微的 在馬槽裡的 我的孩子生 我絕對希望是生在一個最好的 產房裡面 最乾淨 最健康的地方 我相信你也是這樣 可是上帝的兒子 叫 上帝叫他的兒子 生在世上的時候 居然生在最破 最舊的一個地方 最窮的 甚至不是國家 是一個王國奴 是一個王國次殖民地的地方 而且在次殖民地 還不是生在次殖民地的長官的家裡 是生在伯利恒的一個小城裡 不是在伯利恒的小城而已 是在馬槽裡 因為客店沒有地方 天使說記號就是一個馬槽的陰海 再沒有第二個陰海 生在馬槽裡了 我相信就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天使聽到的 就忍耐不住了 我們要讚美上帝的謙卑 耶穌的順服 所以忽然有一大堆天兵 就出來讚美主了 他們實在太興奮了 耶穌太順服 太謙卑了 願我們在順服和謙卑中 領受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練上帝慈福大家 謝謝包子 我的臉